入境篩檢把關國門指揮中心公布 3號到9號境外移入個案的病毒定序結果 高達13例都是Delta病例之高 也難免有漏網之餘溜進來 至少我們知道說機師還有幼兒園 它們的Delta病毒是不同種的 表示說境外的檢疫 的確不只是一個落口進來 這個在我們的邊境檢疫上面 可能還要再檢討一下說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加強的 幼兒園相關群聚的序列 先前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跟這個目前桃園的國際航空機師的 群聚的序列是不同的 那跟先前屏東坊山的群聚的序列 是更加的不同 這代表就是病毒在國際上 其實也逐漸的在做一些演化突變的 病毒不斷演化一樣都是Delta 但病毒序列可是大不相同 桃園國際機師群聚以及新北幼兒園 已經定調為不同傳播鏈 這也代表社區內可能有多條Delta傳播鏈 而目前還在等待先排揭曉答案的 正是北市國中燃毅生的基因定序結果 到底是Alpha還是Delta 如果是Alpha的話它或許的傳播率會比較慢 如果Delta的部分的話就意味著說 同學裡面可能也會因為感染產生一些 相關的無致重帶原者 所以都會造成更多一些潛在的一些公位危機 假如做出來又是第四個所謂的 全新的這個病毒的序列 那這時候就會更麻煩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一開始的源頭會是在哪裡 基因定序尚未出爐之前是Delta還是Alpha誰也說不準 所幸目前台北松山某國中678名學生 PCR結果出爐都是陰性 但能否成功拆彈還得看後續疫情發展 歡迎收看張家寶 黃沛涵 台北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 每週四晚間8點58分 環宇看東亞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